大家好,土工中国的事情 不是一般人,根本就看不懂 说这个 国务院的太监李强又搞了一个新思路 完了以后叫做什么 最新消息,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会议部署落实 大食物关相关工作 食物食物吃的东西 什么叫大食物关门,吃屎吗 搞不懂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像我这种学了一点点小心去学的人 我是经常是看不懂的 他们经常搞一些词,我得要重新学习 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习主席 我真看不懂 以前刘鹤搞的时候叫做什么 共计策改革 搞不懂,看不懂 啥意思呢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这个市场它是一条系统 什么共计策改革 搞不懂 后来我也没搞懂 现在还有一些个后来的词 叫什么内卷 卷 越来越卷 我也搞不懂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都在用 说什么什么卷得特别厉害 我后来我仔细学了一下什么叫卷呢 就是竞争呗 竞争才是个经济学的一个规范的名词 是不是就竞争太严重了呗 为什么也利用卷呢 是不是 搞不清楚 就听不懂 关键有些中国老百姓他还不断的说 不断的用 搞不清楚 就像有些中国老百姓说什么正能量一样的 我也看见一次来一次 戏 我就骂 好多我几十年的朋友 就因为用了一次正能量 就被我拿黑了 说这个 南方都市报 南方日报 他们搞了一个诗歌中心 所以有一哥们给我写邮件 宋老师 你的诗写得很好啊 然后 我就 上他们的那个公号看了一下 上来就赫然写着 这个传播正能量 我操你个大爷 是不是 怎么就蠢成这样呢 是不是 搞不清楚 现在 李强又搞出一个大食物观 这个词我也看不懂 几个意思看不懂 我仔细的学习了李强的讲话 他其实有几个词 叫大农村观 大食物观 那几个意思呢 我就想啊想啊 想着我 他妈在头痛 还是没想明白 但是呢 这个词里面呢 因为有食物这个东西嘛 现在中国的经济又不好嘛 是不是 我就有点细思计恐的感觉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 西包子李强他们这帮孙子 他其实是知道的 接下来有可能出现大饥荒 然后呢 就造这么一个词 叫大食物观 但是我还是不懂 什么叫大食物 大食物观呢 你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 搞不清楚 我真的搞不清楚 据说这个土工中国高层的 有一些个退休老头子 一个一个就看不下去了 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人 是有三年大饥荒的 但是他不叫大饥荒 叫三年自然灾害的 其实哪有什么自然灾害 我妈都知道 那几年风调雨顺 啥也没有 所以我就这么告诉你啊 当时是饿死了好多人 然后那个时候刘少奇还挺有权力的 刘少奇呢 就派了一个工作组 去做调查 去了湖南 自己老家嘛 去了河南 去了贵州 去中部几个省份 江西 四个工作小组 还有河南 河南讲了 河南河北 河北也有 对 河南河北就在附近 就在宝定附近 说毛泽东呢也派了 四个工作组 是不是 也去了宝定 是不是 但是两个工作组传回来的消息完全不一样 毛泽东工作组的传回来的消息是什么呢 叫做风调雨顺 叫做这个粮食母产 多少多少斤 说这个宝定那个地方 他们那个地方不是种 这个什么 马铃薯吗 什么 土豆吗 是不是 啊 说这一抹地那个土都长得个南瓜似的 吃都吃不完 还拍了照片 是不是 有意思 但是刘少奇的工作组呢 就说很多地方的人都饿死了 是不是 而且还拍了照片 有数据有真相的 有图有真相的 说这个刘少奇看到这个资料以后心里特别的焦急 说怎么能饿死人呢 然后就跑过去去找毛主席 去商量怎么办 他想想想想一个办法解决 然后中南海呢 在那个小岛上面不是一个游泳池吗 毛泽东当时带着一帮小姑娘在那脱光了在游泳呢 哎呦真是的 整个游泳池的水都被毛泽东的那个玩意弄脏了 他也不洗的 长期不洗 是不是 恶心死了 说毛泽东在游泳 看见刘少奇过来的也不起来 然后刘少奇就 就蹲在这个游泳池的边上 说主席 出大事了 这个很多地方都饿死人了 那人相识 那我们是要上史书的 原话啊 我看这个 我做这个经济史资料的年纪就是我看过这句话的 人相识 主戏 冒号 主戏 逗号 人相识 我们俩 是要上史书的 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俩是 国家的一把手 二把手嘛 刘少奇管经济嘛 刘少奇管国家的事务嘛 是不是 完了以后这个什么 毛泽东管党的事务嘛 人相识 那是那样的一个年代 那你想想你现在看见个大食物观是几个意思呢 是难道要吃人吗 是不是 难道要人相识 大食物观要把人肉作为吃的食物一种吗 就细思极恐 中国这个国家真的是就见了个鬼了 你说 你说你做的有些个事情啊 你说毛泽东思想多么伟大 因为他又是个思想嘛 几篇文章嘛 说实话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 写的那些文章 尤其是延安写的有些文章 写的是还不错的 我也有跟大家讲过 胡适当年都说 要说这个白华文 润知的白华文 应该是最好的 至少是最好的之一 文章写的不错的 但是 这个吃东西这个事情 你来不得半点的虚虚假假的 他不能 能吃的东西才叫食物 不能吃的东西 不能食物 虎都太不食子的 你人怎么能吃食物呢 是不是 你说你一条鳄鱼 他饿了以后 你让给他认一个死鳄鱼 他绝对不吃 是不是 他绝对不吃 你说一个蛇 是不是 他饿了以后 他可能吃鸡蛋 吃鸡蛋 吃什么别的东西 但是他绝对不会吃一条蛇 这是 连动物世界都不能 都不会出现的事情 居然出现在人类社会 居然出现在中国 叫大食无关 是不是 缺德呀 这个历史是历历在目 中国人是没有对这些东西没有基本的反思的 我反复说过 你说你共产党你捍卫你六次 你说你杀了这么多学生 你捍卫你共产党的江山 我 我真的 我臭不要脸的 我退一步好吧 那你就捍卫吧 稳定嘛 政权嘛 人为了政权 那绝对是无所不拥欺 啥啥都敢干 是吧 你像今天美国也是一样的嘛 美国的民主党为了他要进白宫控制美国 他真的什么坏事都敢干 但是 吃东西这个事情好像 不能这么干吧 人不能吃的呀 观音土不能吃的 树皮不能吃的 不能吃 树皮最多把它做 作为一位中药 你吃一吃是可以的 你做食物吃那不对的 是不是 大食物观是个什么意思呢 有多大呢 我能吃狗屋你包子吧 把你吸包子吃了吗 所以 看到这个话呀 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但是北京也有人告诉我说 其实这是李强在故意 这个什么 扩大 这个叫做危言耸听 大食物观 所有人一看见 完了 中国要进入饥荒时代了 没饭吃了 连国务院的总理都要搞什么大食物观了 说明接下来最可怕的 是全国的大饥荒 反正我是跟大家说过的 你能进我的频道听我的话 你如果听进去 你最好是采取行动 习包子时代 接下来要出现的大饥荒 一定不是在农村 为什么呢 因为农村 现在的年产 责任制 并没有 过度的改变 农民他种一块地 他至少有口饭吃 是不是 但是城里的人 你如果没有饭吃 你就 真没饭吃 你没有强花 你就真没 真没强花 我真不告诉 真是 不是我吓唬你 有些人就是已经在城里的人已经饿死了 说有一个文章就怎么说的 最近我在深圳失业了 昨天没有钱 交房租 被房东赶出来了 走投无路的我要投靠一个认识多年的同事 去到他那海 租房子 住 怎么叫他 他也不开门 明明开着灯的人 人肯定在里边 就是不给我开门 落难了 都躲着我 前段时间去医院看病 花光了积蓄 借备也欠了几千块钱 预期了 借不到钱了 无奈只能是露宿街头 凌晨一点多钟 我肚子饿的是睡不着 昨天只吃了两个馒头 一直到现在没东西吃 昨天顶着大太阳在外面找工作 天气还特别的热 35度了 身体有点吃无消了 又饿又热又渴 又疲惫 感觉老袋是空空荡荡 走路的都飘了 一分钱也没有的日子是真不好过呀 热的我差点中暑啊 现在买瓶水都买不起 今天找不到工作 晚上睡在公园里肚子又饿 蚊子又多 一点睡意都没有 不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好迷茫啊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种人 他肯定是要饿死的 我就这么告诉你 你看到这个消息 我一个字不拉给你念了一遍 他是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深圳 深圳至少有一千万的农民工在那里找工作 我告诉你深圳东莞广东这边 一千万多人 甚至有人说是一亿多人 这帮人如果是不及时回到村里面去保命的话 至少有一半人要饿死 而且就是就是饿死在城里的街头 所以你从李强的所谓的大食物观 到老百姓的这个在网上吐槽说的这些个 非常可怕的一个生活 你知道情况有多严重 谢谢